能逮度加班那皇冠的都是什么人?热巴没翻天,王俊凯向国王,baby豪气直接买回家。 Hello everybody! 拜拜! 巴拉又和大家见面了!最近的米兰时装周半个是风生水起,大秀一场接一场,不过要说今年最火的时装秀是那一场,那一定是,度加班那! 两场大秀全都超级美的,被时尚圈胜赞为最近几年度加班那最好看的一季。 再加上新进代言人迪利热巴和王俊凯两位的超高人气,让多斯和哥巴拉可算是出镜风头。 不过,今年的拉想跟大家聊的不是大秀,而是迪利热巴头上的皇冠,皇冠是多斯和哥巴拉的标志物之一,充满了华丽泛儿,但这么多年来,带过度加班那皇冠的都是那些人呢? 作为度加班那的新进亚太地区大使迪利热巴当然是最受宠爱的女明星了。 在这次米兰时装周神秘钻石系列的秀场上热巴就带了一顶皇冠。 黑色的抹胸礼服,上身是绑带束腰式设计下身是薄纱裙很有中世纪的复古感,脚上搭配一双黑色绑带高跟鞋,性感又美艳,头上的三角皇冠更是整颗造型的点睛之笔,华丽静致很有女王范儿。 不过这还不是迪利热巴第一次带上度加班那的皇冠,去年热巴为度加班那2018春夏系列,走秀的时候在秀场也带了一顶皇冠。 黑白的拨点长裙有一点点可爱少女,高腰紧身裙勾勒的身材好到不行,搭配的皮草马甲黑色兽包让造型更加精致华丽。 这次热巴带的是一顶黑金色皇冠,就像王后一样,超美的。 说起来国内带过度加班那皇冠的只有两位女明星,一位是热巴另一位就是Angela Baby。 几年前Angela Baby过生日的时候,那天Baby穿了一条杜加班那的红黑色连衣裙,看起来超级大气。 但当天更抢眼的是黄晓明送她的生日礼物。 一整套的度加班那红玫瑰系列首饰,包括尔环和皇冠,要说度加班那的皇冠都是装饰用的一般只出现在秀场,而且不是贵金属制作。 不仅超级贵而且买不到。 Baby头上这个保守估计价值在五万多人民币。 前几年度加班那推出过一个超级华丽的皇冠头戴式耳机,上面都是华丽的金属和珍珠,原来仙女都是这样听歌的。 所有耳机都是限量版,发售立刻买空,最著名的买家秀来自天后Ray Nana,这个耳机价值八千美元,六万多人民,简直可以当古董了。 说完了女明星的皇冠我们再来看看男明星,王俊凯也是杜加班那的代言人,在王俊凯18岁生日的时候也带了一顶为他定制的皇冠。 男生的皇冠都像国王一样,是圆环和三角的拼接设计,配上一身华丽的黑色西装,可以说是超级帅的。 金大川和成一轮为杜加班那走秀的时候在秀场也带过皇冠,分别搭配了红色骑士外套和蓝色的牛仔夹克,圣一轮的皇冠上有绿色的宝石,更华丽一些,但是巴拉觉得还是金大川更帅,哈哈哈哈。 在杜加班那秀场上能带上皇冠的模特也很少,就像维密秀场上的翅膀一样,只有被认可的模特才能带上。 好了,看了这么多,你们觉得好几万一个的杜加班那皇冠好看吗?你决定谁的皇冠造型最好看呢? 评论告诉巴拉吧。 哇!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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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